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打造最有爱的城市 今天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看到市府同仁跟所有人的朝气 跟他们的活力 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一起打造基隆 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基隆市议会也是大力参与 一起推动运动风气 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我们在见得国小这么好的场地 来举办全民运动会 那当然要感谢郑理事长的用心安排 那今天看到我们相关市政府所有单位 以及我们市议会 有这么多议员 全体议员来共同参与 代表我们基隆市的运动风气 持续在提升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会持续的重视我们的体育活动 体育发展 体育活动相关的环境等等 还有我们运动选手相关的配套 我们都一定会继续来努力 运动会幕后推手郑锦州理事长 分享长年来推展运动 希望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是全民运动会 我们今年是慢入第三十三年 我们从民国八十年 人爱国小的全市运动会开始 而且我们跟别的县市不一样 我们是分期来办理的 我们明年轮到暖暖期 在运动过游场地更大 所以我们的现在增加人数 有三千多人 今天进场的还有很多球类 包括篮球 慢速类球 球球 还有我们的保龄球 都在已经开始比赛 没有在场内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增加 对身体会健康 也谢谢市长跟议长 大力的支持我们办理 全民运动活动 鼓励大家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社会体育活动从年头到年尾 每个月都有活动 活动内容都可以上 激动市运动爱台湾 粉丝专业来查询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有见于激动多语仇诗 户外游戏空间常常无法使用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推动一区一市内儿童热源政策 第一座在新一区开幕 第二座设置在七堵区公所六楼 分四大主题游戏区 全程免费 不管是海洋球池溜滑梯 仿真超市云家家酒 或是竹梦赛车场 以及同伴竹撞球 等四大主题游戏区 小朋友都玩到乐翻天 这是位在七堵区公所六楼 全市第二座 但是目前占地面积最大 超过百坪 算是公司协力完成的 市内儿童乐园 六月二号正式启用 全程免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感谢邱佩玲副市长 邱创幻基金会 以及珍详食品赞助支持下 一起完成这座室内儿童乐园 未来也会邀请临近的 双北特教班孩子来游玩 感受室内儿童乐园 对于小朋友及家长的 神奇魅力和需求 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邱佩玲副市长 以及邱创幻基金会 还有我们的珍详食品 帮我们捐赠了这个 室内儿童乐园的相关设施 那因为它聚落在七堵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扮演 区域共好的角色 我们会请社会处长 杨育昕杨处长 邀请双北的特教孩子们 未来也来七堵的这个场域 来共同游玩 这是专门为了基隆的孩子而设的 但是未来我们也会邀请双北的 特殊孩子特教孩子的班级 过来共同的来参与 大家过来共荣共好 邱创幻文教基金会是父亲的 那成立于民国83年 父亲常常认为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把一点散的种子种下去 那就是最大的功德 那我觉得因为我跟市长也是两代的交情 市长的父亲谢修平主席 在我父亲当省主席的时候 他是基隆市议会的议长 同时也是省府顾问 每一次在协助争取基隆的预算 他都不遗余力 那我父亲在基隆有大小事 他也帮忙很多 所以搭配得很好 父亲非常疼我 那重要的场合 他从来没有选择缺席过 我相信今天父亲一定也很开心 他的爱心可以帮助基隆市的每一个小朋友们 帮助新北台北的所有需要被帮助的 让大家过得更好 也是市长常说的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这是我的荣幸 我相信父亲也很高兴 谢谢 赞助七堵市内儿童乐园公司 位在嘉义县蒲纸市的真祥食品 也由嘉义县蒲纸市公所市长吴品睿 和真祥食品董事长特助代表 亲自到场参加开幕仪式 我们真祥食品是我们蒲纸 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家 那真的爱心不落人厚这样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家 可是真的对我们地方上的公共事务 也非常的关心 也投入非常多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到七堵这个地方 来参观市内的亲子乐园 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 蒲纸也有一个这么棒的场所 可以让我们蒲纸的市民朋友们 然后爸爸妈妈很放心的 把小朋友交到这个地方 然后跟他们增加 更多的亲子互动的关系 包括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蔡旺莲 曾宜芬 张炳君 陈宜 秦真 陈明健 郭美秀和施伟正 以及七堵区的里长和区长等人 都一起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特别是七堵区的市议员都充满肯定和感谢 一个基金会还有一个 这家食品公司的赞助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我想我们取之于社会回馈地方 那我们七堵区的乡亲 还有这些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开心 那谢谢市长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基隆市能够有一位 这么好的市长 这么的用心 来为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来想方设法说 我们基隆市这么多雨 那没有地方可去处 所以谢谢这个市长 真的很用心 我们包括我们秦议员也非常的感动 感谢我们谢市长团队 尤其在谢市长上任以后 能够结合我们民间的公寓团队的资源 在我们有限的空间 来施作我们这个儿童的游乐场非常好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东北基隆有墙 往往在户外的话容易发生危险 然后选择在我们七公所六楼的 这个地点非常棒 它又能够结合外面的资源 我觉得我们议会站在 不管是站在教育小组 还站在我们议员的个人的立场上 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 非常值得肯定 我们给他按一个赞 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落成典礼 能够带来给我们地方的这个少子化 多加一些花色 让他们很多 还有卫生子的人 能够多多的能够尽量卫国 生长报国 多生几个小孩 来弥补我们这个少子化的不足 今天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提供这个场所 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谢谢 这是对我们七堵孩子们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七堵其实原本有一个亲子馆 但是那个亲子馆其实比较小 那这一次利用七堵区公所六楼的空间 这个场域真的也非常大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 金融市政府跟我们那个赞助单位来 协助这一个乐园的请用 那未来也欢迎我们七堵的市民朋友 带着我们家里的孩子们一起来到 我们七堵的室内儿童乐园来游玩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目前先由企业赞助 先打造信义室内儿童乐园 以及七堵室内儿童乐园 感谢市议会的支持 并且也将持续争取 努力在各区都盖一座室内儿童乐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解决金融市区 假日交通拥塞问题 市府6月将C3码头停车场 周六12点到20点停车费 每小时40元降价到10元 事半一个月 希望利用降价停车 改变民众拼爱金融港 东岸市区停车的习惯 你们明天来这个逛街 来金融观光的时候呢 就请大家就是 看着我的脸书照走就对了 就不用这个自己在找路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脸书直播的影片 谢国良市长自己开车以游客的角度 来到基隆市要找停车位 希望呼吁走西岸高架桥 来到C3停车场非常顺畅 而且市长很贴心 还特别规划了周六停车的特别优惠 希望大家礼拜六的中午能够利用到西岸来停车 不要再聚集东岸的包括信恶啊 还有东岸停车场 那这样子的停车我们市政府是有补助的哦 原本每半个小时20元的停车费用 我们现在补助了每半个小时补助15% 所以现在新的方案每半个小时只有5块钱 然后每个小时等于10块钱 就是会写说西岸停车的部分 比较好指引 那指引以后进来以后进到我们这个停车场 我们就刚刚市长所提 每半小时只要5元 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只要记住 只要到基隆要好停车我们就靠右 那停车只要到西岸我们就5元 这样来持续 那这个方案是每个礼拜六 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是停车 比较不容易在东岸找到的地方 另外我们刚好这个月会碰到端午佳节4天 我们这4天一样比照这个 首先就是看我的脸书 看我的脸书走一次 然后我们会修剪一个比较短板的 放在脸书上让大家知道怎么走 就是用一个宣导的方式 但是就是重点就是请这个我们包括中佳 各个媒体帮忙宣导 出了隧道赶快靠右 在隧道靠右 然后就走右边的这个出口 交流道出去 然后呢到西岸的停车场 那我们会加强指引 我们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再加强一下指引 那到这边来 我觉得其实现在天气也不错 然后呢海湾港湾也很漂亮 然后也有这个国门广场也有一些艺术可以看 然后这个智威现在在火车站里面也有了 然后这个海洋广场也是一个欣赏的景点 这样一路慢慢的走过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舒服 很切 总比塞在路上 然后一直塞一直在等在那边 然后又付比较贵的停车费来得好 所以鼓励大家多用西岸 当然我们市府也会滚动式的调整 其他的方案 包括我们现在努力把威海营区 那边有好几百个位置 把威海营区的停车场空间把它整理出来 那个也还要一点时间 总之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 每个周末的一个停车的状况 然后跟用路人朋友来分享 市长谢果良除了呼吁大家 利用大众运输来到基隆 还特别从外地游客开车的角度来思考 并且透过直播影片 希望让开车的游客暗途索计 顺利避开市区塞车热点 这样来基隆玩好停车 又可以顺便走读基隆港湾街区 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一个海港人文之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杰出演艺团队 基隆市爱乐合唱团 礼拜六晚间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办回家公益音乐会 市长谢果良特别到场 与深藏朋友合唱感恩的心 为表演活动先请高筹 而音乐会售票所得 将支持市政府社会处 提升身心障碍 创新艺术计划 关怀弱势 协助自立 基隆市长谢果良和深藏朋友合唱一曲感恩的心 也为整场公益音乐会掀起最高潮 观众们自发性点亮手机灯光 随着歌声节奏摇摆 荧光点点掌声不断 安口声不断 再追加一曲 山顶的互交听 这是已经连续18年获选为基隆 杰出演艺团队的基隆市爱乐合唱团 邀请著名的长龙交响乐团共襄盛举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名为 回家的公益音乐会 售票收入全数捐赠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 提升身心障碍创新艺术计划 关怀弱势朋友协助自立 市长谢果良有衷感谢基隆市爱乐合唱团 和长龙交响乐团的精彩表演和爱心奉献 谢谢爱乐合唱团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今天大家一起来参与演出 也邀请大家来观赏 那我也很荣幸可以跟一些好朋友们 一起唱一首感恩的心 那我们这阵子以来都努力协助各式各样的朋友 尤其只要是弱势朋友我们都会努力的更关注 会有一些做得不够周到的地方 我们自己还是会告诉自己 随时要努力加强改善 那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目的 就是希望让基隆各个角落都更有爱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能够被帮助 所以今天很谢谢爱乐 很谢谢长龙交响乐团 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体验 那也非常开心能够跟很多好朋友 一起来唱一首歌 谢国良强调市政府将会持续关注社会弱势 让基隆各个角落都充满爱与包容 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举行112年毕业典礼 市长谢国良应邀到场致辞 祝福2000多位毕业同学 未来在就业或继续深造方面都能够发挥所长 市府也会努力扩大基隆的就业市场 基隆市长谢国良参加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一百一十二级毕业典礼时以自身的经验 鼓励大学毕业生有机会可以继续到研究所深造读书 相信对进入职场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大学的毕业的同学们 恭喜你们 我想无论是进入职场 或是是进入研究所 相信你们一定都有很充分的规划 跟一个自己的想法 对我自己而言 我大学毕业后过了四年 我才进入研究所 那我虽然在研究所前念了16年 可是我真正的学习兴趣 却是从研究所才开始 说来很惭愧 但是假如未来我们这些大学的同学 毕业的同学们 有一天能够念研究所的话 我会非常的鼓励 因为我真的觉得 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念研究所给我在职场和生活上 很大的帮助 谢国良也表示 基隆市是全国道外县市就业比例 最高的县市 因此身为市长 将积极推动和七堵台铁 共购打造商业办公就业大楼 以及以七堵阳明海运公司为中心 在阳明海运两侧规划 打造七堵的就业基地 改善基隆市的就业环境 基隆市对外就业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想要推动的政策 也是我们现在 全国道外县市就业比例最高的县市 所以我们的市府一直努力思考 如何推动更多的就业 包括在七堵 我们的航运三雄 阳明海运的总部的四周 未来我们都希望能够建造 跟阳明海运一样 更多更广的就业基地 来提供给航运相关的 毕业学者跟就业人口 所以我希望为了基隆市府 基隆市可以跟海大一起 共同成长 共同学习 谢国良也祝福海大毕业生毕业后 不论是直接进入职场 或是继续深造读书 都可以蓬城万里发展所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报导 骑自行车旅游是近年来 相当盛行的一种旅游方式 不仅健康又环保节能减碳 响应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 交通部在全台北周南三处地点 同步举办大型的活动 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 陈建仁 特别到基隆外幕山 湖海湾 领期响应 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 陈建仁 联媒在基隆外幕山 湖海路骑着自行车 享受山海风光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 交通部官员局 6月3号举办 万人全台串联骑程活动 在全台北中南 三个地点同步进行 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的总统蔡英文还特地花了一天练习 他除了肯定台湾制造的自行车品质优良 让他很快从生疏变熟悉 还计划卸任总统后要骑自行车环岛 像我这种以前有骑过 现在有点生疏的 很快的就可以进入情况 就表示说 我们的自行车的设计 也就考虑到各种不同使用人的它的需求 所以再一次 我要谢谢我们的台湾制的自行车 让我重拾对自行车的一个信心 那 所以我昨天在想一件事说 我如果不做总统 我做什么 我想起来 我骑自行车环岛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他接任隔回第一份签署的公文 是近临排探 路径刚领 建构优良自行车环境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推动的目标 实际上我们现在环岛的路线 自行车道 从环岛一线到25条的环支线 还有各地的特色 所以现在台湾的自行车的车手们 实际上大家都很幸运 我们的这一些自行车道有清水的 也有田野纵横的 也有在三月中穿梭的 所以近年来 这个北海岸的四大自行车道的修缮 让民众能够骑上自行车 以最适当的速度 最优雅的心情来欣赏沿岸的风光 江部长王国才强调 从108年开始的环岛自行车升级优化五年计划 已经完成许多断点连结 及自行车道铺面整理 113年起到116年 行政院跟编列50亿元计划串联更多断点 希望提供更好的环境来提倡启程运动 这个五年的计划在今年会结束 然后把现在已经把很多的断点都已经连结了 把很多铺面甚至很多休息的地方 都已经做一个整理了 那现在这个李孟燕秘书长已经在做下一级了 在陈院长的指示下 113年到116年 钱更多 原来这个五年是28亿 现在变成50亿 会把更多的断点做一个最后最后的把它串联起来 我想说由这个我们中央政府提供一个好的一个骑程环境 来提倡自行车的运动 那这是我们继续要做的 这场以后首次的世界自行车日活动 共划分50个路段 号召万名车友同时骑程 骑程轨迹将拼接成台湾形状 想鼓励国人加入自行车行列 用不同的速度发掘台湾自美 也为推广节能减碳 共同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每年暑假必访的海洋盛典 基隆所管记来咯 市长谢国良跟基隆区域会 以及海科馆 共同启动仪式 邀请全国的民众 来体验夜调的热情 来体验夜调的热情 基隆所管记 赞 2023基隆所管记正式开跑 市长谢国良跟基隆区域会理事长简建辉 常务监事游日新 总干事陈文青 及海科馆馆长陈素芬 调起一维尾基隆的各式渔获 欢迎大小朋友来体验精彩的所管记活动 今年也有很丰富的活动 希望能够吸引全国各地 甚至的国际游客 都能够过来参加我们的所管记 既可以吃到丰富的海鲜 又可以体验很多海洋的生态 这个是我们基隆一年一度 暑假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今年很特别哦 今年这个基隆市的所管记 海科馆也推出了我们的 曹靖方舟一号探索船 那来搭配市府 这个推出的多元的系列活动 包含夜调 那包含了他们很多的 这个所管记的这种体验活动 在这边我特别声明 今年加码 只要跟这个所管记的活动结合的话 来到我们曹靖方舟 都是满意送意 也就是半价的优惠哦 很难得从7月1号开始 一直到8号 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 也和小朋友一起玩 猜猜我是谁 看看哪一个是所管 哪一个是花枝 最大吃的是花枝 小朋友非常的谨慎 好耶 产发处表示 今年所管记 共有五大系列活动 包含夜访所管 夜调体验 海调学院 外幕山海上王爷绕镜 及所管记主题日 欢迎全家亲子一同来参加 详细资讯可关注 朝想山海基隆粉丝专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港东岸旅客中心顶楼的 利都迭克花园 推出免费的AR实境体验 游客用手机下载APP 可以拍到身边 有金鲨和鱼群在半空中共游 不少游客蜂勇追杀 不过就有民众反应 到现场才发现手机不支援 对此市府表示 会请厂商研究改善方法 蓝色金鲨和小鱼儿在天空翱翔 画面让人不禁以为 置身在海底世界 这里是基隆东岸旅客中心 透过AR虚拟实境 让民众体验和金鲨翱游 虚拟实境大受欢迎 但现在传出不少游客来玩 第一步就卡关 装置与这个版本不相容 手机扫描QR Code 下载相关软体 手机却跳出来 您的版本和这个软体 不相容 让大老远跑来的民众 因为手机不支援 期待心情大落空 面对民众反应 业者除了已经张贴告示 提醒资源的手机型号 也向民众表达歉意 那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呢 其实只是想要推广 我们的观光 跟我们三四行这里 漂亮的海景 那我们AR的技术呢 采用的是最新的Google的 AR Core的一个技术 那为了提供消费者 一个良好的体验 那手机呢 必须通过Google AR的这样子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 会检查手机的硬体规格 那包含了相机 动作感应器 以及系统版本 才有办法辨识整个3D的一个立体场景 装置才能够正确的运行 那所以呢 我们的粉砖跟现场 那都有这样子一个公告 都可以让大家来查询 说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支援 好逼真喔 真的有耶 背肩金沙意外爆风 5月份的市集活动 人潮更是破了记录 斯恩福表示 会和厂商在讨论 希望能够符合民众期待 有关AR金沙 有少部分的民众反映 他们的手机没有办法 这个使用这个软体 那这边也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来这个 咖啡市集的朋友来做个报告 因为这个这套软体是由我们出租方 大陆开发提供的价值服务 然后希望借由咖啡市集 一起把人潮带起来 那因为这个软体是新的软体 那所以可能有些机型还没有办法相容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大陆开发 赶快跟软体商去研讨一个方法 希望可以让每一个来市集的民众们 都可以享受这个AR金沙的服务 《飞天金沙》推出以来大受欢迎 梦幻的实境也在网路上 引发不少讨论 记者黄少鸣就有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